好 哈喽 哎 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让你等那么久 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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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别请歌吃饭吗 对啊 清汤后锅 放两个这个虫草 多补一补 对 多补一补 来 再补一下补一下 明天我们就这个中气十足 对 上场 第一次然后听到你的歌的时候 是流沙 流沙 初中的时候 想在国内听到一些那种 R&B 元素的 当时就听到您的歌 哇 真的 夸张 真的 谢谢 谢谢 爱 心 好想流沙 心里的牵挂 不愿放下 Oh baby 让我这样吧 你是不是因为 就是要录影了 所以你在减肥 就不吃是不是 然后瘦一点 有两个 对 快 吃点东西 不是 不是 我是怕你 你摸你这还真的很厚 对 拍下去 哇 你这很厚实 有一些男人就是要有点肉 女生抱了就觉得 哇 特别温暖 抱了一个熊音 我就是个熊 对 你这个小熊 选这首歌的原因是 选这首歌的原因是 陶哲老师就觉得 其实我可以在里面 唱一些 Rap 改变成一个 不一样的风格 更加R&B的风格 然后我就去写了一些词 这一次他们会选谁 我自己其实也 有点 也不能说担心 因为可能是个我们 没有见过的人 对 所以我们要小心 因为可能会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因为 而我们对我们的这首歌 太放松 我们还是要拿出最好的 对 你这一次的这个 Rap 比上次更厉害 真的吗 对 因为这首歌 其实它原来的和弦就是四个 我们后面又加了一点这个 远生态 前面也加了一点这种 和音的东西 让整个歌更饱满 更饱满 我相信明天大家 听到这首歌 会有一些惊喜 是的 这次我跟陶哲老师 是唯一 直接锁定成为一组搭档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就更加不能 让陶哲老师失望 如果他们没有给我们 金曲的话 我们就请他们来吃一个 最最爆辣的 四川的火锅 摔了摔了摔了 住下摔了 走前 走前 我觉得是有信心的 必须得拿到金曲 我思念 它是一种病 当你在 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 没有尽头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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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哇 好 啊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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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它比一点都没有用 只是这段时间里 一直在夜里 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 我会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 久久不能缺业 当你在 说想愿意的另一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 没有尽头 只能感觉你在耳朵的呼吸 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我记得你还没睡 因为那些思念 它还在作祟破碎 的心有那么些错位 你能在乎曾经的错对 太多的过客 因为脑海里面还有它的座位 我能够理解 因为曾经受过罪 所以总在半夜 想起的时候落泪 但别丧气要学会放弃 如果那种遗憾感不能抗拒 就让时间去忘记 也许是想你给我一个想念 这是在伤口需要花点时间 只是会想念过去一切 那些人会让我离去 我们从就也会远离 也只会一遍 你在伤口温暖的另一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尽头 是想感觉你在太后的呼吸 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哦 思念是一种病 哦 思念是一种病 思念是一种病 我手冰 穿着夜色冷静 放置着我们足迹 脚子不轻 当我们终于固定 多么无力 但能将我治愈 看我的距离 就在那一段今天都来之不易 光辉在穿山越岭的利益 别要跟你同行 每当夜晚出现 思念会把我占据 参清你们参听说 我的千言万语 别再纠结回忆的对上 让它叹去 知道那些珍贵的瞬间 谁怎么放弃 来吧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利益 我在孤独的路上 没有尽头 只能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 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好思念是一种病 一种病 一种病 选救了我的心 我的心里 我会不会有点宜 蜇心 身中对我 是三人 很业 百分之二 他昨天没有吃火锅 没有吃火锅 他就是吃东东下 这首歌很棒 也是听到了一个 全新的思念是一种病 加龙其实在这首歌里面 也是参与了很多的创作 对不对 这首歌主题叫 思念是一种病 对 然后我也是从思念出发的 但其实我是用 第三人称的角度去写 就我告诉大家 其实思念它不一定是种病 我觉得也是可以 治愈一个人的一个良药 对 然后是从这个方面角度去写的 今天的那个非常有能量 而且这个治愈感在最后非常强大 我完全没想到 这样的一个吟唱来引入 真的让这个舞台上 大家都放松了 都自由了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美丽 谢谢戴威哥 厉害 加龙我觉得很难得 没有为了押韵而押韵 这件事情是很厉害的 看了太多一些嘻哈的节目 然后有一些什么双押击击击击 然后就会给人很多误区 就是压就是厉害 为了压而压 他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内容的 也特别感谢戴威哥能够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给你这样的空间去创作 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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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哥唱歌其实他是一个 唱一百次一百次都不一样的人 他是一个完全在音乐里面 玩在里面 然后用自己当下的感受 及时地做出音乐的这种反馈 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的自如 然后让大家享受的 那加龙呢 一如既往地稳定 那我觉得你的这个准度 其实是让大家对这个歌 可以是让它很压得住的一个 很重要的那个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谢谢 明明 谢谢 很喜欢David哥这种 这种编曲 谢谢 压根没想到 你会加入原生态的部分 很新鲜很新鲜 我刚刚整个人都在这边 享受 谢谢 谢谢 其实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百分之百是注意在前的 而且呢你加入了大量 你原创的这个说唱的段落 特别印象深刻的 就是当你在川山越岭的另一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其实它还是有那种寂寞的感觉在弥漫 但是你在创作当中 你写了那句 我会在川山越岭的另一边跟你同行 哇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意境啊 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有冲击力 让我非常的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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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作品最打动我的 其实是它编曲的设计感层次感 这是一首不炫技的作品 但是它的技术又无处不在 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创作手法 谢谢丁老师 谢谢 那丁老师 刚才这首歌舞台上的表现 吻合你心目中荣耀金曲的标准吗 它一定是合格的 但是呢 因为我比较贪心 我很想听完所有的音乐合伙人的表演之后 再投出我的一票 对 好 在这里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听完以后你们觉得 陶者老师和李佳龙 有机会拿到我们本期的荣耀金曲吗 谢谢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陶者老师和李佳龙 谢谢